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鲜的体会 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到这个礼拜 我才懂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一方面我的论文 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现在发表不了了 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 我看来看去 我还是算是有创造力的人 我还算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我这个创造力从哪里来的呢 我为什么总能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为什么我的这些新的想法又发表不了呢 我就问这个问题 我在同学总是问我的问题当中 找到了答案 同学就问我 每年都有同学问我 我一直到这个礼拜我才明白这个问题背后意味着什么 同学就问我 我要写论文了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但是都不成熟 归入不到那个深刻的理论当中去 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吧 怕通不过 我按照那个理论去写吧 没意思 写得很枯燥 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一直到这个星期有人问我 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就走私又想啊 我在我最近读的这个 鸡康的《深无哀乐论》 《深无哀乐论》当中找到一个答案 我先把我自己的体会说清楚了 然后我再引进据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在创作一个作品之前 我们先要把自己心灵的这个杯子 要倒空了 我们不能先装着别人的哲学 前人的思想 老师的教诲 这个作业的要求 考试的标准 这一大堆 我们的创造力就给挤掉了 就像一个种子落到经济重中 没有了 我们先把自己的杯子倒空了 明白一个自然之理 天然之理 就是说我自己心有感触 心深感触 对一件事情心深感触 我有我的天然的一种思想 一种知觉 那么我受到触动了之后 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在此基础之上 我去找理论 我去看书 我去学习 而不是反过来 不是说我先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先看人家怎么说 我越看人家说得越有道理 人家越有道理 我就越没想法 这就恶性循环 你看到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想法 和前人产生了共鸣 你的想法就逐渐的壮大 你就越来越有创造力 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 我把基康在 《深无哀乐论》当中 的一段话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先把这段话念一下 他说 夫推类变物 当先求自然之理 推类变物 就是了解一个事物 给事物分类 辨别一个事物 当先求自然之理 理已定 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 就自然之理已经确定了 明白了 然后再借先辈的古人的话 来明白它 理解它 经未得之于心 就今天你还没有 自己心里面还没有得到 一种感触和思想 自己心里面还没有体验和体会的话 经未得之于心 而多似前沿以为谈正 就是总是依靠前人说过的话 来作为自己的论据 自此以往 恐巧利不能记 就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再会著书立说的人 也记录不下你的想法 因为你已经没有想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反过来的 那么我越来越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也就是说 一个在现在这个文科 尤其是文学 文史哲方面 我自己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 我就了解 一个人要是不逆水行舟的话 就毁了 所以很悲哀 也就是说 正因为我们要 得到真正的文学 创作出真正的作品 所以我们要逆水行舟 就是有时候要和这个潮流 要和这种学灌输给我们的这种思想 反着来 这是不得已 谁不愿意顺着来 可是顺着来你就毁了 因为很多种声音要求你 你现在还小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你先把这个论文做出来 先要逻辑理性 你的想法慢慢就会成长成熟的 你现在写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不行的 我们老听到这种声音 这种就是毁人的声音 不是教诲的毁 是毁灭的毁 就是毁我们的声音 所以我们自己现在 要珍惜自己的一个种子 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 就讲这个字 也就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前面讲了神话的家园传说 我们今天要找一找 就是我们的种子 就我们创造的种子哪里来 有地 有水 有阳光与路 我们需要种子 种子需要自己去选 自己去把握 在我们心里面长出来 不要是种子就被扼杀了 然后交出来的花 都是塑料花 都没有生命力 这是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或最近的一个想法 我想大家可能也有这种感受 那么我们怎么办 这个也不是你们面临的困惑 也是我面临的困惑 文学是辩证的 我告诉大家 我的切身体会 什么事情啊 它有这一面 就有另外一面 什么意思呢 当你觉得 自己的想法 老受到质疑的时候 当你觉得 自己的想法 老跟人不一样 为此很累 很艰辛的时候 有时候就对了 你如果顺风顺水的 有时候倒完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辩证的想一想 你的世界就开阔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我的一个体会 再有一个呢 我最近一直在读古书 因为我要写一个 关于竹林七贤的 一个历史小说 我就发现啊 我们这学期的课啊 将来有时间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要上传出发 什么意思呢 我原来是去长江边 看两岸的风景 看这个古镇 这一次要上传出发 我们要去打捞一些 沉在历史的 封城当中的一些宝贝 我们不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有什么探险家 在地中海 什么一个海底 发现了一个沉船 里面有什么 多少金币 还有这个最诱人的是 有那个什么18几几年的威士忌酒 有什么香槟酒 那个不得了啊 所以我们呢 我自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 好像是一个架着一个孤舟 在我们的历史的这个海面上 因为我们历史很深 有很多宝贝啊 就像沉船一样 沉在了海底 我们把它捞上来 我们把它打捞上来 我们要发现它 打捞上来 它还是新鲜的 就像宋代的甚至更早的 什么瓷碗啊 瓷器啊 甚至玉石啊 沉船 打捞起来跟崭新的一样 我们要挖掘这个宝贝 那么我随便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挖一个小瓷碗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读史记的时候 我以前一直很喜欢 这个李斯的故事 大家知道 秦朝的宰相李斯 他凭着自己的志向 他就想当官 不想做一般人 他就很有能力 然后当了官 当了官又用这个法家的思想 帮助这个秦朝统一 最后秦始皇死的时候 赵高阴谋篡权 最后呢 他不小心参与了这个赵高的阴谋 最后被无马分尸 那么这个故事 这史记的故事 包括李斯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感人 历代的文人 在引用他的话 在说他的故事 那么我们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我就发现 不仅是因为 他的故事本身 很深刻 很悲壮 还因为李斯说的话 这里面 我们就在谈语言 就是说 我们的祖先 给我们留的种子 我们举例子 我们的上一辈 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在我们的历史封城里面 历史的海水下面 盛着一些宝贝 我称它为种子也好 说它盛船当中的金币 威士忌酒也好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我这里说 李斯讲的两句重要的话 一个呢 就是说 他给官启来上书 给这个皇帝的时候 他就讲 假如要是让赵高 来辅佐皇帝的话 我把他的原话念一下 他说 今凡者已有天下之伴依 而心尚未误也 就今天造反的人啊 已经占领了一半的天下了 可是呢 皇上啊 心里面还没有觉悟 而以赵高为佐 还把这个赵高这样的小人 作为这个辅佐 让赵高这样的小人来辅佐你 我必见寇至咸阳 就我必然看到这个贼寇啊 会打到咸阳来 迷路由于朝野 迷路 这个字是这么写的 迷路 由于朝野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 还是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这个天下很危险了 你们再不听我的话 还是用赵高来辅佐 皇帝的话 将来 我们的王朝就要毁灭 将来的宫廷将是 一片荒芜了 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 但是我刚才的这种表达 和李斯的这个表达 区别在哪里呢 他的这种表达 是形象的 是生动的 是文学的 我后面的这种表达 是普通人的普通的表达 如果李斯当年说的是这番话 他的这番话 肯定是传不下来的 他的话语的流传 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 还因为他的语言 大家想一想 迷路由于朝 什么意思啊 迷路由于朝野 换句话说 这个朝廷变成了 荒地了 路都来吃草了 都成了怎样的一片荒林 你闭上眼睛 一下子就能感觉到 那个场景 就是所谓的身临其境 迷路由于朝野 我们一看到这个字 一听到这个话 我们立刻就有一个 画面浮现在 我们的眼前 是不是 所有熟悉汉语的人 当我们看到 迷路由于朝野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 这几个字包含着多少感受 首先有时光在里面 是不是 显然是经过了 沉海桑田 不知道多少年以后的变迁 朝廷成了这个 就像《红楼梦》当中讲的这个 漏屎空床 当年护满床 摔草枯羊成为歌舞场 摔草枯羊成为歌舞场 大家想想看 摔草枯羊成为歌舞场 就是摔草和枯萎的羊柳 曾经是歌舞的场所 摔草枯羊成为歌舞场 它这就是 李斯的这个思维 理解吗 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 要说这个种子 就是说 这种表达方式是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生动 它既有时光在里面 又有场景在里面 让人们感触到 哦 原来 那个可怕的场景 那个天翻地覆的场景 离我们是那么切近 几个字就让我们感受到了 再说 李斯 要上刑场的时候 要被五马分尸的时候 他跟他的儿子一起 他被遗三逐啊 他家里面一家人都被杀了 他牵着儿子的手上刑场 对儿子说 五欲语若 父牵黄犬 拒出上菜东门主角兔 岂可得乎 什么意思呢 五欲语若 就我想和你 父牵黄犬 就是在 我还想和你一起 牵着这个黄犬 牵着这个黄狗啊 一起啊 出这个 出上菜东门 上菜东门是一个地方 就从这个门出去啊 去 牵着这个黄狗啊 出东门 去主角兔 可得乎 其可得乎 可以吗 不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要上刑场了 如果这个话 换一种表达方式 李斯跟他的儿子讲 哎呀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我要是不当官 我们在家一起享受 天伦之乐 多么好啊 这句话传得下来吗 传不下来 这句话是苍白的 是我们常人 这是我们习惯性的表达 理解吗 诗之好理 谬以千里 这不仅是一个表达的技巧 更是一种 对事物 对生命 对所要描述的场景的 一种切身的体会 你只有有了这个切身体会 这个切身体会是那么的真切 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语言 所以我们在 这个古典文学作品当中 包括吉康的这个论文当中啊 包括甚至我父亲原来 写过一个回忆录当中 也提到李斯这段话 意思就是那些当官的人 他们最后搞错了 这个发现自己当官啊 走仕途走不通了 倒霉了 有的被杀了 有的被抓了 后悔了 后悔了 每个人都想起来 李斯这句话说 哎呀 我要现在跟着我的儿子 一起附牵黄犬 牵着黄犬出东门 主角兔 该有多美啊 所以文学的魅力就在这 你一句话说好了 千古流传 否则就被一阵风吹走了 理解吗 这是我后来发现 史记当中啊 它很多好的语言啊 好的故事啊 它是以好的语言作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 或者说你打算创作开始思考的时候 我们总结我刚才讲的两个 一个就是心里面空空如也 不要被别人干扰 不要被先辈的那些师长啊 或者那些先知啊 吓着了 我自己天然是有创造力的 老子说 含德之后比喻赤子 孩子是最有创造力的 就像耶稣 人们在教堂里面 耶稣在教堂里面布道 有人把小孩抱进来 小孩在教堂里面吵闹 那些门徒说 快出去快出去 耶稣说不 耶稣把小孩抱起来说 去往天国里面的 正像这孩子一样 都像孩子一样 不管是老子也好 耶稣也好 所有有智慧的人 宗教也好 我们中国的哲学士 都祝福孩子 都认为孩子是有创造力 这个毕加索有一句话 人家讲到他的创作 问他怎么样画得这么好 他谈到创作体会的时候 他说我小的时候学画画 就想怎么样画得像一个大人 花了很多时间学 学习怎么样画画画得像一个大人 他说我大了之后 花更多的时间学习 怎么样画得像一个孩子 所以毕加索最后八十多岁了 画出来的画 跟八岁小孩差不多 这就是本事 就是说我们现在重要的 不是说急于改变自己 不要急于地改变自己 而是保存自己的精华 我们选择了自己好的生命的种子 就像兰波讲的 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引进毒药 这个诗人啊 法国诗人兰波讲的这个话 我自己有一个孩子 方林三岁 我的孩子三岁 那么我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 我就一个字 我跟这个字 就是说保尽量地让他 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带来的感受 梦想 多尽可能久的 keep 保存 保存好 不要急于侵犯他的世界 你这个不对 你要这样 要那样 不对 他没有错 他的想法是天然来的 只要不是恶习 只要不去打人家 不去侵犯人家 他自己的思维方式 要保存他 不要立刻让他进入到 我们成年人的世界 你还怕他不进入成年世界吗 很快进入的都出不来了 他能在这个儿童世界里面 天然的世界里面 待一会儿 多待一会儿试一会儿 所以小孩经常就是我你不分的 他肚子饿了 他说你要吃饭 你要出去玩 就不让他改 就是他现在走哪 就是你要出去玩 都好 他这样子 他当他说你要出去玩的时候 他把他已经和 他说话的对象连接在一起了 这个第二人称都好 我要出去玩 太狭隘了 他要出去玩 太单一了 你要出去玩 就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是吧 所以我就不叫他改 他现在就是 他说什么都是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我也没有叫他是说 你我他 他就选择了你 他是有道理的呀 所以我就不叫他改 我类似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不要他 不要他改 很多东西啊 要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 比如说 他到 这个 星期天来看爷爷 看爷爷 爷爷有一个很好的茶杯 青花池的茶杯 盖着一个 一杯绿茶 他就喜欢 拍这个茶杯 在玻璃桌上拍 听着这个响声 啪 啪 拍的 哎呀 真好听 就啪 啪 啪 拍碎了 啪 又拍碎了 连拍碎两个 爷爷怎么说 爷爷说 哎呀 这个孩子好 有好奇心 这个孩子有好奇心 他非要听到这声响 他要听到这个 青拍和重拍 有什么区别 这个孩子有好奇心 这个爷爷 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被这样的父亲 教育出来 理解吗 所以我有创造力 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啪 一个耳光打过去 你这个小孩把茶杯打碎了 你不懂理吗 他懂什么呀 他怎么知道这个茶杯拍下去会碎 他怎么知道碎了是一件坏事情 他不知道呀 只要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好 不是原则问题 打人不行 是吧 侵犯人家不行 这 我的意思是说啊 我们要保存自身的一些感受 千万不要轻易的 叫做被 被人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 被怎么样了 被纠正了 不要被人家编辑了 剪切了 这个要主动的选择自己的 创造性的种子要保存 我认为非难过 你们说是什么 的